你好 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天的標題 有哥本哈根 新加坡 美洲峰會 其實是搞什麼呢 丹麥有個民主峰會 台灣地區的領導人蔡英文 也有在這個峰會受訪問 另外一件事 新加坡這邊就是香格里拉對話 香格里拉對話這邊有澤連司機出來說話 這兩道說話的內容都夠精彩了 因為這兩件事在揭示 世界現在進一步 變成兩個陣型的對壘 而且不單止Cold War 基本已經肯定是 連三戰以認知戰 其他經濟金融戰已經開了波 這樣搞下去 熱戰的機會都可能越來越大 連累了一堆 到時全球真的一起打 的機會也大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美洲峰會 美洲峰會裏面 也有些歷學要去看看 先說前面那一部分 前面那一部分 先由 扎連司機現身在 香格里拉對話 同時中國代表在扎連司機出場時 全部避植 起身避植 這裡先要說一件事 中國代表起身避植 有不同的 不同的說法 亦有很多說話 這樣很沒禮貌 很 很 很不行 這樣 但是有一件事我們要知道的 就是 外交 往往戲劇化 但不是移稀 所謂戲劇化 而不移稀 就是 外交往往 有一定的 drama 表演成分 因為有時外交 有些事不方便 每次都說了 因為說了 白色和白色就很難走 有時要做一些戲劇化 令我通過這些戲劇化 把訊息給了人 把那個資訊給了人 但是有什麼事要轉彎 其實就可以轉彎 因為 避植而已 避植之後有什麼事要突然急轉彎 沒有急轉彎 但是如果有些事實施一說 就很不行 避植就是一種態度表達出來 但是又不想 搞到完全 完全是 沒有東西要搞 沒有東西要轉 這些叫做戲劇化 但是所謂不移稀 之所以要做這個舉動 不一定只是小器 還是不小器 通常這些舉動後面 一定是在談判的 中國和烏克蘭從來都有談判 不是完全沒有聊天 烏克蘭一直都要求 或者請求中國 都加入了 你也支持我 烏克蘭差不多什麼都說盡了 你想想 你在我投資也不少 一帶一路我都是成員國 你要 你肯撐我 我過了關 到時 重建的時候當然是你有份 那些是你的利益 瑪利烏波 如果我全部光復在瑪利烏波 甚至可以再批便宜一點給你 反正重建他也要資金 那你會客人沒有那麼多錢 找到數 很多利益是可以談的 但是很明顯就是 好話講盡 不好話講盡 兩邊談來談去都談不到任何 真正的 可以作為一個共識 沒有一個共同的基礎 如果沒有共同基礎 的話 對於澤連斯基的政府也有選擇 既然你叫不動中國來 中國拿的那些方案 所謂的和平談判 就差不多等於簽成下之盟 其實就是叫烏克蘭放棄整個烏東 扔給俄國 中國所以沒有興趣 跟烏克蘭的澤連斯基政府談判那些重建 我猜他的心態就是 最好烏東各樣給俄國 到時他就直接投資俄國 然後就在俄國治下的烏東 他去投資 這是我猜是中國的那種想法 中國的決定 如果中國政府有這樣的決定 已經是擺明抹面 雖然表面上他不撐俄 但實際上就算不撐俄本身也是一種撐俄的態度 為何說得那麼圓 實際上就算他沒有直接任何軍門 甚至連生意都不多做 我當你最多買天然氣、石油 我當你有那些東西 但這種態度本質就已經是足夠 因為這種態度對於烏克蘭來計 我沒有辦法讓中國批准俄羅斯 如果中國連批准俄羅斯都不肯 連用口來做利益都不肯做的話 那已經差不多沒有話可說了 而我猜站在中國的立場 他的優先次序就是 說到尾就是兩個集團的鬥爭 他要的就是烏克蘭 要不就索性斷絕西方援助 加入我們的集團 但加入我們的集團 意味著習年斯基政府肯定玩完 所以對於中國的觀看 是不是都不用怎麼談 就算你投降加入也好 習年斯基政府必然倒台 輪不到你去做 中國政府是不會再有興趣跟你談下去 就算談 主要談就是怕西方制裁 而西方制裁多少也好 就算要談也是跟西方談 不是跟你烏克蘭談 他跟你烏克蘭談的只不過是 可不可以 對同幫俄羅斯略盡人士 就是我能夠勸勸你投降 勸勸你各樣 那你說不是呀 其實你中國沒有好處 因為如果到時 直接投資去俄國控制的烏冬 別人 別人都會 何國佬最厲害敲竹竿的 那敲竹竿的怎麼辦 這些敲竹竿是另一件事 對於 中國現在你說現政權的那種看東西方式 從來都不在乎 反正你騙工錢是亂用的 到時又再一次大撒幣 去俄羅斯 他們不在乎 只要美國制裁 即是美國或歐洲制裁 沒有立即來到或不到位 他就求其 這些事情他不理 他現在要的就是要拔住同盟 他那裡雖然不可以稱為同盟 只是一個共同利益者 但是他拔得住共同利益者 就可以當牌打 跟美國、歐盟、日本那些 去講數 借俄國佬還多少剩下的那種威脅 這是一種的想法 所以既然是的話 中國既然肯定 但烏克蘭肯定不會肯制 如果烏克蘭不肯制就一定要選 既然你最終都不會靠中國 你就一定要靠西方 靠西方的話 現在的情況 歐盟固然有一種立場 但我想對於 烏克蘭現下的情況 美國最終的立場才是最重要 這就是澤連司機 為何會在風會上無端端 別人問起他 台灣這些 這些問答 事前知道 這些問題不會是臨時急起的 有很多事是大家 事前出這些會 當然交流 摩底 有甚麼問題會提出 有甚麼題目 預計會怎樣問 大家事前 有些溝通 所以不會是 完全沒有準備 被人問到口啞 就算是傳媒 都預先有問題 是要交上去 給別人看 不是你喜歡怎樣問就怎樣問 這些會 不是 不是 不是說真的可以完全 是 是 你個人意見沒有這些 全部都是 大家代表國家 發聲 所以 不會有那麼多驚喜給你 所以我說是會有劇情 但不會有驚喜 不會有一些不準備的事 等於你說 拜登 拜登 經常被人笑 老人痴呆 經常說他亂說話 又亂說話 然後莫領也經常跟他撿 其實 李千岳也沒有千岳 這些稱得上政壇歐斯佛 政壇歐斯佛 他從政的年稅和我的稅數都差不多 差不多半個世紀了 從政四十多年 你這些人說話是用反射神經的 他不用經大腦皮層 就算他說話 他甚麼都不懂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說甚麼 他都可以說到 無論表情、語氣、用字 看上次層層 雖然很空洞 但是又有次層層 那一刻 說了出來 你覺得是就是 後面以後是怎樣以後的事 這些就是 歐斯佛政客 必備的 基本 這些是政客101 不認識就根本沒有資格做政客 拜登這些 做了四十多年的政客 這些101的事沒問題 所以他不是說話 但是他有drama 而他利用drama就是 反正你這班人當我痴呆 我不如就索色叫甚麼 別人有借罪行兇 他就不是 他就叫做借痴行兇 或者叫做借呆行兇 他就扮痴呆 他不是扮的 有時候你知道老人家 他到了那個位置 他有一點點 我懷疑多少有些 腦有時候不靈活 或者會突然發夢 有些老人家都會這樣 聽力又不好 又容易閉眼睡 所以有時候 聽聽會睡著覺 有時候 可能覺得膽疼的話 他可能突然會吃得太油膩 就會賴 這些一點都不奇怪 老人家是這樣的 但是做到他這種政客 在有些位置他會精神 他就有時候 故意借著 癡來行兇 你說我傻 我亂說話 萬一看來不對勁 他退後就讓他當他癡呆來退後 但是 如果不是的話 他可以打擦邊球 故意把一些不適合說話說出來 我告訴你 然後讓膜疼收 但在這個由他說到膜疼收改那段時間 他已經可以觀察你的反應 然後再決定我下一步 我試了幾次 中國變本加利 或者我預期的一些狀況沒有出現 不是 然後就罵你這些膜疼 你當我是傻的嗎 你不可以亂修改 我說是是是是 我撐台灣就是撐台灣 當然你膜疼收改到不支持台獨 他未必有意義 但是 你假設要用武力改變現狀 我就一定撐到底 這句他一定要扔出來的訊息 澤連司機情況也是一樣 當他 去到這樣的情況下 他要選擇 美國西方這一邊的陣營的話 有些立場就一定要撐得硬 包括台灣地區 明明烏克蘭老實說關你什麼事 在印太地區其實 你烏克蘭 雖然香港也有很多烏克蘭商人 我也認識幾個 但是 不是代表他在印太這邊有很大的利益 實際上台灣這趟運水 所以他犯不像要去淘 他不需要一定要淘這趟運水 反而可能還保留一些外交靈活度 跟中國交易 如果中國願意交易 烏克蘭就可以保持一定的靈活度 不要忘記的就是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 那一年半載之前 實際上烏克蘭當時跟中國的關係不差 他們也說反對台灣獨立 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他們也會說這些 當時他們也不是特別支持台灣 但是當你現在 甚至可以說他也不想理會 最好你中國繼續投資 你來做什麼台灣的 欠十萬九千里那麼遠 整個半個地球 我怎麼理會 關我什麼事 雖然你說台灣有很強的晶片科技 烏克蘭這八年左右 2014年打後 都銳意發展高科技 但是 依然那個 那個是可以是很商業化的 利益犯不著要搞到自己 都捲入印太那裏 但是明顯就是 澤連司機說得這一句 他一定要埋西方班 而很明顯就是要埋 有些底線你就一定要跟 因為現在就是兩個集團的對抗 現在不再是 之前 之前那種好像像一戰一樣 各個國家都各有 不要說一戰 應該說一戰之前 例如普發戰爭那些年代 各有各的立場 大家都鼓鼓滑滑的 只是為了自己一國的利益在籌謀 現在固然繼續為一國利益籌謀 但是裂開兩個集團就越來越明顯 那件事 以至就是烏克蘭 那麼遠水路都要去 開聲要支持 我相信美國也 有說明 你想我繼續支持你 你就要支持台灣 這個甚至是 包含歐盟 未必說 未必一定說德國佬那班人 看來比武器那麼遲鈍 就好像是 是不是二五 是不是到時 你出錢賣了烏克蘭 這個在後面我會提 其實我估計未必 除了德國工業界本質上 都需要台灣晶片 歐盟都需要放一定的精力 在印太地區之外 甚至可能是有這個動機 希望烏克蘭那邊快點結束之外 我當你列入兩個世界 而中國很明顯要撐我撐到底 對於歐盟這幾個大國 他已經有些事情 第一跟普京談 間中談 談來也是浪費氣 大家知道 不過他只是保持接觸 希望保持接觸 令他不要去噴核 就這麼多了 你說該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同時射了自己國內的壓力 但是對於烏克蘭來計 烏克蘭要加入這個陣營 你就要撐了 倒過來就是 蔡英文在 在那邊 在哥本哈根的民主峰會 他一樣會 倒過來就是 我支持 烏克蘭 這個也是 大家互相支持 烏克蘭和台灣地區 大家互相綑綁在一起 當然這些事情是事前談過的 我相信烏克蘭也 在中國這邊談不妥 同時一定是跟台灣地區 或者是通過美國 或者通過哪些中間的人 甚至是加拿大 你不知道 或者英國 他跟台灣談 可能是加拿大的機會都不小 台灣在加拿大都不少投資 有一定的脈絡在裡面 除了美國之外 而這個 烏克蘭在加拿大當然是有人 加拿大的 財政部 財政部長還是財政副部長 我忘記了 烏克蘭裏 所以很有機會是 通過某些地方大家已經溝通了 烏克蘭和台灣地區 之間已經有了 既然跟中國談不妥 他也要加入美國的陣營 他就要 跟台灣地區也談判 隨時也可能 既然我都要搞高科技 可能都要歡迎你來 或者你不一定切廠 或者有哪些東西 在我這邊供應給你 也不奇怪 甚至到時你投資 不是投資什麼 投資回內 那些 那些 你台積電需要的 我提供給你 我烏克蘭是其中一個大的出口國 那你有沒有來源 雖然你說 要繞大半個地球 還要穿 快到極都要穿蘇伊士運河過來 可能都要兩星期的選 大哥 都是一個供應 你不要忘記 他真是大的 還有如果台積電去到德國 他真是在德國開廠投資 烏克蘭又跟德國 如果要建立一些鐵路聯網的話 過去極為方便 烏克蘭也是一個重要的戰略物資生產區 不能夠 而且 如果 烏克蘭的糧食出口出問題的話 雖然不會直接 影響台灣 但是間接的影響就是 當你烏克蘭出口糧食出口不了 影響到在亞洲地區 東南亞的產米區 他開始 那些地方害怕自己入口糧食少了 我為了留多些糧食給自己的話 我就減少我的出口 台灣也會受壓力 雖然台灣自己也有糧食 可以種到糧食 台灣也會種米的 但是 這些東西都會影響到萌生 影響萌生就自然影響選票 所以這些東西大家之間 你不能說沒有聯繫 世界其實這個地球村已經一體化了 你想完全割裂 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算你說中美要割裂 即是那些結婚 那些結婚 不是說結婚也沒有 只是低廣 但低廣已經是很激烈的 因為低廣已經不足以撐起中國 那麼龐大的人口 和那麼龐大的需求 就已經可以令中國非常痛苦 這個是 兩邊連在一起 一連在一起之後 就變成了一個很明顯的勢力範圍 這樣的話 就隨時可以令兩邊 明明本來有機會割開戰場 這個就是中國缺 就是走了一個機會 走了一個機會 我之前經常提過的 其實最好就是你要令到歐洲戰場和亞洲割裂 亦都令到歐盟沒有興趣去你印太 那你就可以集中精力去應付美國 但是當你走了這一套東西 現在明顯地兩個戰場就走在一起 已經是一體化 只不過你可以說是一個大戰場 分開做歐洲戰區和人泰戰區 但實際上是一個戰場 兩邊已經連結在一起 而這個 中國經濟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中國你想發展經濟的話 始終今天是全球最大消費區 仍然是在西方國家 在美國 在小英聯邦 在歐盟 在日本 在韓國 是吧 甚至次一級 都去到東南亞 那些地方 他們現在都有能力消費 但是你和那些 搞不好關係的話 你就少了個大市場 單靠中國自己 糖水滾糖魚 絕對不是辦法 你說俄羅斯是浪費 先不要說人口根本不足以 跟這個 美國加歐盟加日本 差一大截人口數 就算大家都那麼有錢 俄羅斯已經撐不起 已經不可能撐到中國的經濟 更何況俄羅斯準備挺窮 浪費 他只是買一些戰略物資給你 但是那些東西是幫不了你的經濟 經濟不行 他也不要以為軍事會行 有些人總是想著斯巴達 大哥 現代是沒有斯巴達 現代打仗不是靠肌肉 現代打仗是靠你的科技 除了戰略之外 你要將你的戰略能力放大 戰略戰術放大 要靠科技 而不是靠肌肉 你多訓練十件八件 斯巴達用事都沒辦法用 浪費 一條小子 玩著無人機 隨時射擊你 那個小子分成肥渣 大眼鏡可能近視一千度 一條肥渣 十多歲 他也沒有受過任何軍事訓練 也沒有練過肌肉 但是他就可以打殘了你的肌肉戰士 他藉著無人機來對付你 所以這個是 走掉了一個機會 本來你還有機會 令到歐盟 會有一種的幻想 或者有一種的想法 不是 就是 割裂戰場 我們歐洲這邊 俄國是最麻煩 大陸 如果大陸 批准了俄羅斯 是 去到這些位置 有得談 他在印太就未必撐到最盡 你可以摸到外交空間出來 但是當你搞成這樣的話 歐洲就徹底失望了 歐盟已經放棄 你可以看到的 其實很有趣 整件 戰爭的 經常講的和平努力 初時歐盟很積極 包括烏克蘭也很積極 希望中國進來幫忙 但是近兩三個星期已經沒有聲音 歐盟 馬克蘭和習近平開會 開完 完全應付 完全應付 根本沒有心機去開這個會 事兼彈彈 隨便開完 開完就算了 馬克蘭根本知道不會有機會 馬克蘭雖然你說他 左賊 有時候 阿辛七經常要跑去 俄羅斯去做男子 被人訓話 這是一件事 他還要應付國內的選舉 還有他另外要有些利益要應付 但其他 再傻極他都知道跟中國沒有東西好談 第一中國的立場怎樣都不會撐到你 他怎樣都不會批評俄羅斯 第二就是中國也沒有什麼牌 只要拿著可以令俄羅斯屈服 既然既沒有實力令俄羅斯屈服 中國也沒有意願 不需要遊說 所以如果是這樣 回頭 隨時就是 烏克蘭如果當初還打算 找中國去遊說 隨時可能會激怒歐盟 如果你說找中國去遊說 然後到時留利益給中國 歐盟 我花那麼多精力 然後到時 你還有一段市場要留給中國 我豈不是很慘 我浪費那麼多力 所以我想現在這一次 烏克蘭這種的外交立場 對台灣的台海地區 這個外交立場 可以說跟中國已經決裂了 很難能回頭 也不會回頭 習近平說了 所以這種立場 事前中國是知道的 大家已經罵了臉 所以直接杯葛 你一來到我就走人 不聽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不是說 小不小氣 或者懂不懂外交禮節 不是 這已經是一個姿態 就是烏克蘭和中國已經徹底割裂了 而到後來 烏克蘭和台灣已經開始連結在一起 而中國的立場 必然是 你和台灣地區有任何的交往 我一定會抹擦你 而這個的抹擦立場 不只是為了外交的問題 這既是共產黨要生存的問題 亦更加是習主席要生存的問題 如果不是他們的政治生命會失去 所以唯有 烏克蘭這邊撐著眼 撐著眼 他敢不敢撐著俄羅斯 因為現在這個立場清晰了 歐盟就幾萬對眼 也肯定看到你實實 加上美國加上小英聯邦 甚至加上日本 撐著那麼多雙眼 現在可能還加上南韓 全部看到你實實 你一旦 如果這個時候中國受經濟制裁的話 習主席權力就可能可以集中 但是軍隊就可能會有差 大家不要以為軍隊就一定是 就這樣耗戰 軍隊就是 最好局勢緊張 有經費去抗軍 抗得軍多才可以有錢收 才可以有貪 但是真打仗 最上層的就是要揹飛 打不贏那怎麼辦 你沒辦法三天內結束台灣 假設 上面有個命令 就是跟俄國當初要吞烏克蘭一樣 烏克蘭就說這麼大 你三天吞不完 台灣這麼小 一個島 你射也射掉 三天內跟我攻陷台灣 去到解放軍進入台北 捉著蔡英文拿回北京受審 你行不行 如果失敗了你會很嚴重 中國的軍隊一般越到高級 解放軍越到高層就越不會敢跟你打 這些要立軍令狀 你軍事冒險一定可以 是不是不一定可以 但是有一堆 中層軍官或者中高層軍官上位 可能是有說可以不是又說不行 或者是否都說可以 對著習主席是否都說可以的 拍了心口一定可以的 我們吹呼拉鬧 撿勢 獅子撲肚子 我們兩下就移平台灣 我說三天呢 一天都可以的 分分鐘說到這樣的樣子 當然啦 具體指揮那個未必是你 具體真正要揹著 那個是你老頂 而真的要執行作戰的 是你下面的那班士兵 要死就死他 不是死你 你就坐在那裡做 假裝諸葛亮 在運籌為握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不是真的一定對什麼有利呢 你說開拖 不見得一定 不見得一定 但是anyway 面子就抹掉了 政治上面子就抹掉了 錢如果你說 敢不敢說 錢 不斷 channel過去 我想他也不敢 因為被人制裁就沒有錢 沒有錢就更加死火 所以唯有就是叫屍屍屍 盡量就是打嘴炮 只要打嘴炮 來撐的話 或者打嘴炮 不帶來其他連帶後果 甚至幫俄羅斯買少許東西 都不帶來連帶後果 他就會做 但阿拉雷他一樣不做 所以普京才會找人 抹擦習主席 說你 說明支持我 你現在水溝了我 你不撐我 當然不撐撐了 如果真的被人制裁 我怎麼撐你 我也不撐撐了 別玩了 我總之不加入制裁你 已經在幫你了 你吃自己 當然這個小算盤最好 你俄佬打到炒了皮 以後遠東再調多些軍隊過去 那就行了 中國不單止東北邊境的危機解除 到最後中國做大哥 然後騎回到俄國人頭上 這個對中國人會是普遍很興奮的 俄爹變了俄孫 是不是 不是俄仔 變了俄孫 對中國人來說可以有牌的 所以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已經裂開了兩決 而且回不了頭 而亦都因為這樣 可以說 德國的 蕭玲智 加上法國的 Macron 加上 意大利的 Dragagi 他們現在準備三個人 去G7之前 先去機庫訪問 跟他說 光是遇到薩蓮司機 大家估計 souvent在當初 以前 durchaus empresas 因為身上聯 Dog 就是堂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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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 Macron commonly推進 普京傳話人 那樣 不需要說意大利的 operator 有時候是 Effectragagi 有些 他們三個人會不會 經過 allies 籌筏控告 They 叫上而且 QR PHP 或叫他們各樣烏冬 或是各樣的免 令到連血桑也割出來給俄佬呢 懷疑是很正常的 因為這三個國家的表現的確令人很擔憂 但是我覺得不會是 不會是 因為這種立場的話 習年斯基政府倒硬台 死硬 甚至你說 反對他加入歐盟的進程 如果拖得太厲害的話 習年斯基有壓力也會倒台 如果習年斯基政府倒台 不是要跟著烏克蘭地區有和平的米環 是更加混亂的 本來你到時會有分開幾個人 有一個固然是極度失望後 會投靠俄羅斯算數 但是也有一股極為失望 但是 他們可能走一些激進民族主義 記不信西方 又想對俄國 走一些極為激進的恐怖分子的路線 烏克蘭長期在中東 弄到那麼多恐怖分子 周圍走 你已經夠嚴重了 你已經可以讓歐盟反艇 你不要說 你現在在你旁邊 波蘭第一個 就和你這三個國家 甚至即時脫離歐盟 也不奇怪 大哥 我怎樣 我生存怎樣 你一搞下去烏克蘭就長期混亂 你扎連司機政府不能倒台 對於西方 他一倒台 除非你說順利政權交接 這是另一件事 這是順利的 是有合理的 可能是有任何理由 而且民意是OK的 就算交了政府 但外交政策是不會有很大的轉動 繼續抵抗到底 或者繼續加入西方 這樣就無所謂 但如果你說是因為你給他壓力 要他投降 為了自己的糧食 為了自己的生意而投降 扎連司機政府死硬 你給那麼大壓力下去的話 扎連司機政府 看又看不到你給支援 這樣的話 你會令到烏克蘭人對西方越來越無信任 而到時一倒台 你真的拆開兩件事 烏克蘭長期變前線 你歐盟死硬 你歐洲那幫大國保護人才 歐洲這三個大國沒有人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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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這組織也能採 歐洲這組織也能採 那就不如加入英國 羅迪、東歐、波蘭、波羅的海三國 加上蘇格蘭那一帶 不如跟英國結盟 英國起碼撐到硬 有英國公民 現在被俄羅斯捉了要去處決 對不對 別人真的在血腥 不只是血腥 你血腥 你這群粉腸如果全部連血腥也沒有 那你怎麼搞 這幾個政府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也肯定倒台 麥康不用指望 有得威以後 蕭寧哲就倒硬 如果是這樣更加死 因為德國人肯定會把他倒楣 即時倒台 基本上SPT可以滅黨 因為你德國人的安全也沒有 扎隔這麼多個國家 走圍吵咬你德國人 你德國人出賣烏克蘭 你還有資格做我們歐洲大港 那我為甚麼要歐元 我歐元 我每次用歐元的話 我其實是給你德國的 我每次都要買德國 以前只是德國國債 現在也是德國國債家 或者德國大公司的債券 用這些做抵押品 然後才可以去ECB換歐羅 如果我給你這麼好處 你德國可以超發貨幣 實際上你德國央行的那個賬本 是比我們大 我長期支持你的債券 為了向ECB拿錢 我為甚麼要這樣做 你甚麼都沒有你 你找夠我們笨 然後你自己去私自和俄國談判嗎 吵你 我想那班人未至於蠢到這個位 會不知道你這樣做 是有多大的後果 但是他們三個人會怎樣呢 我認為談一定會有些事情要談 亦不會不支持 但是我懷疑他們支持到甚麼時候 支持到多少規模 我想要跟烏克蘭再談一談 這裏也有一些客觀的原因 當然生意上的痛苦就不用說 在俄羅斯撤出固然 在能源等其他地方有一定的痛苦 但是另外有一兩件事也要考慮 對於如果要接納烏克蘭進來歐盟的話 第一 烏克蘭政府是要有改革的 如果聽過我烏克蘭是從頭一兩集 大家都知道 烏克蘭在未有這場戰爭之前 其實都頗糟糕的 而且烏東和烏西之間 農業地區和工業地區之間 大家的產權如何去分 當時是搞得很糟糕 亦都令到國內 就算大家都想加入歐盟 但大家都想加入西方 你想想他和波羅新科 扎連斯基和波羅新科之間 那兩派人代表的矛盾都認真大 亦都不要忘記波羅新科 現在走到歐洲那邊 波羅新科不是烏姦 他不是親俄的 他是親歐盟派 甚至是扎連斯基上台的時候 甚至是歐盟都表達憂慮 他令我和波羅新科交手 不太想和扎連斯基交手 現在只是這一次的事情 令大家看清楚 扎連斯基政府也是靠得住的 但靠得住也好 後面那一段怎麼改 你真的要跟我們想一想 當一當 有很多事情要改 要談 第二就是 歐盟自己 德國也好 法國也好 沒有被廢遲了那麼久 而且經濟以往是好遠不好之間 有一段時間德國和法國還好 但是好得來 你的軍事經費沒有增加 他現在一直在支援 其實他也是虛空的 既然你也進入了我們的陣營 支持 連印太這邊也發聲 去支持台灣地區 如果台灣地區又支持了過來 大家是一條船 他們也不會不支持 但是我支持你 有限 我自己也沒辦法 現在是可以 我也要有個保護傘 保護著我的本土 那怎麼辦呢 另外一些我想更加實務談的事情 就是 現在 如果我就算支持你 可能支持你有限 但烏冬地區 未必叫你各樣 他不是叫你各樣 但烏冬地區 可能你要短期內 承受一定的損失 換取就是要在烏冬 要有多些進展 烏冬多些進展 烏冬多些進展 賀桑一恢復 回到列伯河 可以控制完的話 你才有能力 到時就看看另一邊 或者用陸路運輸 或者用海路運輸 或者用戰略物資 就可以運回到歐盟地區 這些可能要談 因為你賀桑那邊 未恢復了 實際上可以運輸的路徑 就有些危險 始終你會以俄羅斯空襲 那你怎樣 俄羅斯雖然現在已經借了 鋼縮了 但是 你始終都有一些 不安全的感覺 所以會不會都要討論 烏冬的物資 如何送出去 因為烏冬的擊兵力實在也不夠 他的手 或者在一些近距離反攻 烏冬已經是有餘力了 但是你要作戰略性的大反攻 不是那麼容易 似乎烏冬的實力未足夠 它可以令俄羅斯很痛苦 但是你要到場 把俄羅斯一腳伸進去 還要一些時間 還要多些武器投入 不是一時三下可以做到 但是如果要儘快解決 歐盟這一邊的戰略物資 無論是糧石 石油 天然氣也是一件大事 因為烏克蘭也要儲 因為預算俄羅斯會斷 烏克蘭如果要儲 你想想靠烏克蘭過去 比歐盟這一邊都會少了一大部分 歐盟要想的 這些數目大家要討論 那在烏冬可否取得多些進展 我支持你 但是你要主力用在烏冬 烏冬可能你要承受一定的損失 有一段時期可能你要放棄烏冬 會不會是有這樣的事情要討論 這些也是很實際的題目 而且 假設打贏了之後 歐盟 這三大國 還有歐盟 歐盟 作為一個組織本身 都會跟烏克蘭聊 就是 你留下的 當你趕走俄國人 之後那些親俄分子 你怎麼搞 這些事情都要想定 你不可以到時候到後贏了才來思考 不是說 你還沒贏 就在想你也浪費 不是 當你 以現在的勢體 的話 烏克蘭贏的機會越來越大 是宗舊來計 再給多些資料 可能應該有機會贏 那你戰後的重建 就要想 戰後的重建 不只是包括infrastructure 那些事情 站在歐盟的立場 烏克蘭內部安全不安全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那些親俄的分子 我會跟你自由自由 自由自由自由明明 那你這群親俄的分子 會走到進來自我地頭 攪事的會沒事 會有行程 那些怎麼處理 那些幸족人 還是它讓他們留下那兩個地方 如說 documentary 烏克蘭加入歐盟 為整個國家加入 但但是 把親俄 THE大眾 引在兩三個城市 那兩三個城市 當是特別行政區也好 那兩三個就不能加入到歐盟 當成是半獨立狀態 是不是可能要談這些事呢 因為那幫是混蛋 在歐盟眼中你們這些混蛋富貴 你們這幫親俄分子都化妝走進來我這裡搞事 我豈不是多人得理不少 這些事都要想的 所以我私以有很多這些務實問題都要談 談完去G7 之後就要跟美國和日本協調 開始了 還有英國 英國 日本 美國 接著就協調 還有加拿大 接著我們這幾個怎麼搞 先要跟基父談一談 歐盟那邊也要談一談 我想有很多麻煩事要想的 那你親俄的那幫人要處理 將來的護照怎麼搞 如果我給了 無人給了這件事很糟糕 開了口刪不到 當中是不是要分層次呢 那你的內部情報那邊怎麼大家互相溝通 我要清楚哪些是一幫的吵架人 你要有辦法去處理這幫人 武器那邊 我現在一時三刻給不了 那麼足利 有美國給你 我們會繼續給你 但是給哪些東西 你可能有說過你的戰略要怎樣走 你不可以浪費太多精力在烏冬跟他扯 你要先恢復烏南 最好就是令烏南奧德薩講通 那到時候如果這些事情可以談到 跟著還要在G7跟英國談 英國你是不是真的派藍隻過去黑海護航 這些事情都不是求其就可以決定 要談好了才可以動 談好了 那就好 動吧 動吧 這樣就協調了 有得做 做了才是穩陣的 這件事 而不是夠做的 所以我想如果三個人專程過去的話 應該不是給壓力去投降 而是大家要做一些戰略協同 我賺得這麼多錢 這麼多工具 我可以用什麼速度去幫你訓練 給多少你 一段時間給多少 每一段時間給多少 但是我國內的國防工業和國內軍隊 都要抗軍了 你都在欺負 還有台灣那邊都可能要 台灣地區那邊我們可能都要支援 現在這樣一例 大家雙方之間 大家三四方之間要怎樣協調 在歐盟這邊說好了 然後再跟美國 日本 加拿大 英國那些談 我們這裡大家要怎樣協調溝通 情報上怎樣互換 你怎樣應付烏克蘭裡面那群分離分子 那群人不會死掉 不會消失的 他們仍是享道的 贏了之後怎樣呢 或者如果未贏 雙池這段時間 烏冬這邊應該怎樣呢 大家有的共同點了 這樣才可以繼續打得順 然後他們再回頭 例如麥康爾 我不知道他怎樣 但是蕭凌智那一堆 德國那邊 你才可以在國內還有一些事情要做 他可能要國內的德國官僚 他們是看著你的劇本 即是看著你的曲簿來做事 但是現在德國的法例 有些事情未過了 未改了 變成我要軍援你 就很多麻煩事 就算靠西班牙去軍援 可能也還有麻煩事 德國佬我想他可能為我要做到萬無一失 還不如趁這個機會 會不會有德國政黨的想法 趁這個機會 利用這種壓力一口氣 可以改了德國的法律 通過一些新的法案 新的法律 令到德國在法律層面上可以全面鬆補 可能令我這樣做他才能做得爽 如果不然他很麻煩 那會不會這樣呢 借個機會來做呢 我不知道 我沒有足夠的資料在那裡 但是這個我看出來的可能性 而且以現在烏克蘭這個狀態 如果這三個國家 迫到澤連斯基去各樣烏東 在澤連斯基政府倒台 你就大忍和了 以後西方就不會有任何一個人跟你西方交手 烏克蘭有很多人會依靠自己的恐怖活動 做恐怖分子去炸糕你幫俄國佬 但是同時可能有一部分人遷路 或者遷路到西方滑入去西方 打勾西方也不出來 到時變成另類的斯拉夫恐怖主義 你猜很過癮嗎 或者宣揚東正教 但是不是和俄羅斯 俄羅斯不是正統 應該是我們烏克蘭正統 我們才是斯拉夫民族的起源 可以搞這些事情 然後玩的 一邊就綁炸彈去炸 炸俄國佬 另一邊綁炸彈去炸歐洲 你猜不會 因為這些事情 有時那種職怨一落去你的大兩鑊 所以我猜 西方政客 你不要管他有多平庸 也好 但是他現在的問題 不是這一兩個人自己想好 拍腦袋想 是一大抽油在那裡 左傾右傾傾傾 跟何方他們再傾傾 都要尋找美國佬同意 也要和英國佬交換 要美國佬同意 如果不是的話 什麼支持都不給你 所以我猜不會疑氣到逼他投降 但是戰略重心應該在哪裏 既可以解決歐盟的問題 又可以令到烏克蘭士氣大震 大家可以協調一下 還有一些進歐盟後 如何逐步處理 如何有自由的活動 在人之下 如果有自由的活動 但如何令到那些親俄佬 不要走過來 在那裡壓止壓著摩洛哥 搞這麼多事情 這些我想都要 很多事情很詳細 已經要先談定 雖然現在還沒到那個位置 但是要談定 萬一局勢可以很短時間 一轉彎的話 到時候就是真正問題 到時候不給你 那你們怎樣 你又多了一些節外生資的事情 我懷疑歐洲人的那種習慣 他們預先談都不奇怪 因為歐洲人做事 大陸發國家 習慣了先搞定曲覆 然後才可以跟你談 他不像英國人 連國家兩個文化都不一樣 英國人是以經驗主義的 歐陸多數以理性主義 理性主義相信 我可以憑理性去了解世界所有事情 所以要先了解 然後才可以定 那條路怎麼走 所以就要改曲覆才可以做 英國不是經驗主義 我先試試試看 我行不到我先走第一步 我由1到10 或者由0到1 我先走了0.1 或者0.3 或者可能是走了0.7 再退回0.5 最後才走到1 英國就無所謂 因為經驗主義的地方 就可以這樣做 也是一個普通法 表現到普通法的獨特之處 就是經驗主義 是通過一個個個案 慢慢建立出來 慢慢發現到機會 這裡可以這樣做 那裡可以這樣做 然後水到渠成 但是歐洲不是 歐洲要論政一大輪 左度右度 想好 要想到沒什麼問題了 應該不會再有任何爭議 沒有麻煩 我們認識得很清楚 那件事 理解清楚 好好好 然後才走 再加上二十多個國家 大家坐在一起 就更加麻煩 因為二十多個佬 在想這些事情 那些事情 一定是慢的 但是現在的情勢 這麼急 也不至於會逼他行 因為你逼他行 然後就很笨 你浪費了這麼多錢 浪費了這麼多精力 還要跟俄佬抹面 抹到這個地步 然後這個時候 你逼烏克蘭佬投降 然後你去求俄佬 我到時真的跟你敲足 敲到你有這麼準 而到時候 分分鐘 第一 歐洲的國民 不會滿意 那些公民肯定會 推翻這些政府 投降他們 你以為商界很喜歡嗎 商界不一定喜歡 我們不要經常以為 商界一定跪 一定投降 商界很多時候都看到 你這個政府 不能保護我的利益 我也要吵架你 是不是 所以我估計 這個情形的發展 就變成了兩個陣營 很清醒 而且 將歐洲 和印太 通過了烏克蘭 台灣地區 現在結合在一起 至少西方陣營 已經鞏固了 那個圈越來越厲害 而且 以色列 因為跟沙地 已經說得好 變成伊朗 伊拉克 你想去搞中東 現在搞不動 以色列 其實只要沙地 和阿拉伯老集團 不玩 跟以色列 聯合 就可以對付波斯魯集團 而土耳其 現在都在 出力 向北面 對付俄羅斯魯 在幫忙 現在土耳其 不會這麼有空走到南方 不會南向 所以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間 就有了很大的空間 就可以打勾伊朗 即是打勾波斯魯 所以以色列和阿拉伯這兩兄弟 大家都是阿伯拉罕的後裔 現在聯合對付波斯魯的後裔 所以這個戰場 又是迫女分明 現在正在南美戰場 拉美戰場是有趣的 這次美洲峰會 表面看有些人說 美國實力衰落 拉丁美洲 很多搞到外長都不來 這裏 站在美國立場這一次 我覺得 與其他不是很失望 美國不會有多大失望 我覺得美國是故意要試 到底你們這些拉丁美洲 第一 你站在哪裏 要試出來 有些事情你不推到那麼高矛盾 你試不到 要故意搞大一件事 要不然經常染染染染染染染 對於現在要逼女分明 鬥爭的話 就很怕你們這些人做兩頭蛇 最好就是給你一個機會 就算發爛爪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對美國來說 我知道哪些是 哪些是靠不住 哪些是靠得住 這個是一 而你也順手 也要看拉丁美洲怎麼吵 他有哪些問題要看 拉丁美洲 其實你看他們 吵來吵來吵來 有三個問題 一個問題當然就是他們的經濟滑落 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 是不夠的 現在 近幾年 美國看印太地區 而印太地區當中 他的重心 其實已經由亞太 即是由 包括南美洲 和亞太 現在移到進去 更加多 東南亞 和印度的印太 反為拉丁美洲 真的看少了 現在 而這兩方面 既有包含 特朗普留下的事情 也有包含 人民主黨政府 自己現在的事情 他們都不想這麼煩 這個是一 二 也有一件事 隨時出事 就是 為什麼 倫斯維拉 那些人 他們現在 會頭痛呢 為什麼那些拉丁美洲 都吵得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 之前 美國和委內瑞拉 這樣的關係 你這樣搞下去的話 委內瑞拉 就整個難民 其實不單止委內瑞拉 尼加拉瓜 其他地方 那些難民問題 不僅是 你美國要受 其實美國還沒受 之前 中南美洲 加拿比海 這大堆國家 通通都要跟你討好 特別是墨西哥 壓力特別大 那些問題 你不叫委內瑞拉 那些人來古巴 這些人 你不叫他們來 不去談 那拉丁美洲 跟我跟誰談呢 你不叫他們來談 那我硬吃 那你給什麼政策呢 所以你見到美洲峰會 臨到尾 美國有說過 移民問題 我怎樣去 怎樣去 幫你搞定 我也願意出點力 但不要忘記 美國現在 南部州份 已經 有一段長久時間 被非法移民所困擾 特朗普本來得到 這一堆州份的支持 也都原因 就是我建了墨西哥圍牆 但如果你建墨西哥圍牆 你又有足夠投資 放下去墨西哥和巴西 然後你吵架委內瑞 你就真是堆落馬道羅 你既然要撐另外那個 你就撐足 就是擺足精力 但問題是特朗普本來 真的在擺精力 但一轉了政權 現在在那邊搞得那麼大 拉丁美洲 他就管也不怕你 那你拉丁美洲 就說你現在困惹了我 你困惹了我入局之後 大佬 蘇州是你搞出來的 你現在怎樣 你想拍拍的都會有走人 所以那些鬼吵的聲音 還要擺出一個 跟中國聯合的姿態 實際上是拗爛腳 還有就是有很多問題 要你美國去解決 你美國不參與解決 整件事是解不了 那個列是打了列 但對於美國來說 接收這班傢伙 你就大糟糊 因為接收下去 你南部更加混亂 一定會製造更多的社會問題 而你現在民主黨的 那個情況來計 你繼續製造這些問題 你怎麼做 怎麼搞 到時你還要不要選 你南部州份選票不給你 你不用選 11月 所以 你可以說當初民主黨開支票 開得太爽 現在要吃糟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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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糟糊糊 現在只是移民 和非法移入 有警者的問題 有糟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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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問題總要有人解決 你又不投資下去 你又不解決我的移民問題 是不是 更何況疫苗那邊 你美國那邊 你沒有投資給我 我怎麼應付你的疫苗 哥哥 而且拉丁美洲本身有些很糟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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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拉丁美洲的那些暴族 舊式的帝國政治暴族 弄得都弄得這大堆有碎濕濕 每一個國家表面就算是一個民族國家 裏面也有碎濕濕 而碎濕濕到一個位置就變成了 你想搞民族國家內部的矛盾一定多 雖然你會搞好經濟 但是如果你想說 不是 我要令國家穩定 或者一些雷民 大家不再講哪個暴族 如果要講普世價值 他又不跟你講民主普世價值 他跟你講類似左翼那些 一搞左翼 你的經濟必然得到 那個吵架的情況跟中東很相似 某程度上 中東就是你講民主嗎 不好意思 選出來多數都是回教教士 因為回教教士最得基層人民心 你找一個獨裁者回來 他就夠現世了 但是基本上遲早離地 這些就是麻煩的地方 這些地方遺漏下來 很多蘇州市 很難解決的那些 那些難聽說的 你拉丁美洲那些地方 做人殖民地 或者做人屬地 或者做人的被保護角 就比你自己這樣做 當然這些說法是很討厭的 這些說法 我也是可以小聲地說 如果不是的話 他會很難搞的 你靠他自己 是很難解決的 有些是死裂 有些是死裂 但無論如何 所以這些勾難腳的事情 再加上你現在 因為大國政治 倒過來導致拉丁美洲這些地方 明明充滿天然資源 他不需要靠入口糧食 也不需要靠入口油 天然氣 但是全球市場的一體化 你旗有價格升 天然氣 糧食的那些期貨價格 自然就會影響他國內 就算他進口其他 他也會上升 通過產業鏈滲過去 他也很麻煩 而他出口也遇到很麻煩 船費 這麼貴 也讓他們的生意很難做 如果美國投資又不夠 他們又被疫情連帶影響了 他們的出口又差了 但是國內通脹又厲害 那怎麼辦呢 他總要找個大哥來救 但是在美國來計 就怕你騙我的腳 現在我很有空 我很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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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美國特意做到這樣 美國未必不知道 美國對美洲不會不知道 掌握得很清楚 他當然是不想你中國掩子 但是他特意搞起這個勢 就看誰站在那邊 然後呢 如果中國一有介入 就用了門羅主義的態度 就乘機就開始倒轉 搞救人 你去投靠中國 我想賺到美國的立場 求之不得 因為現在我就少點錢支持你 最好你就是中國多點錢 去燒銀資去救他們 你救不了大龍 到時候更好 乘機就把你在中國 在當地的投資 你不要忘記美國人 如果對付拉丁美洲 CIA做事 可以做得很難 搞政變又行 搞什麼又行 搞了中國公司 等於公司全部都離開 然後他就可以重新控制 你不知道會怎樣 那個角力可以在拉丁美洲搞得很亂 然後可能有更多一些非法移民 到時候邊境怎麼搞呢 很有機會到時候 連民主黨政府最終都要屈服 在移民政策上都要收得很緊 但當然這樣就會流失拉丁美洲裔的票 如果流失他們的票 會不會在11月選舉 會不會向南部州份 對特朗普他們有利 這件事真是多變數 但就算是對於中國這邊的變數不會很大 到時候大家想找一個共同點去罵 就是罵中國 所以怕且就是 無論美國國會選舉如何 臨到尾大家要找一個共同出氣口 就找中國出氣 所以中國到時候會有很長時間 好了 大概先分析一下 一個小時 多謝大家收聽 有什麼發展我們會繼續看下去 因為有些事情我暫時會這樣說 但是後續我猜還有些事情 可能這個禮拜見得到 到時再加下去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留言、LIKE&SHARE和Subscribe 遲些再談 拜拜